李家超現在攬炒自己不就很開心 還有 你要知道 現在中國的經濟情況是非常弱勢 剛剛我看到華爾街日報有一個報道 現在中國經濟 別說水災 水災固然大鑊 水災以外 經濟是百費待興 自從疫情開放以來 放棄了動態清零以來 先前我們才報道過 中國的青年失業率 起碼是接近50% 現在最嚴重的是華爾街日報 根據很多做旅行社的業界來說 現在中國最新的問題 歐美人是不肯去中國的 其實是 這是很嚴重的 你經常說 你要防碟 你說到這些東西那麼嚴重 外國的影響 你看到外國的影響 都好像你當他是CIA 防外國人如防碟 大家當然不敢去 而這一篇報道大概就是這些 他就說 比較的是旅客數字 旅客數字是非常嚴重的 他就說 現在跟2019年前比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今年第一季的季度 全國範圍 整個國家這麼大的範圍 第一季的旅行社入境的 旅客數字 接待人數只是5.2萬 整個國家 全世界 中國這麼大 只接待5.2萬 疫情之前是怎樣的 是370萬 370萬變成5.2萬 你說多麼嚴重 但重要的是 現在這些 只剩下5.2萬的旅客 一半都是來自港澳台 那你怎樣的 其實來自於大中華地區以外的地方 其實是只有2-3萬 都不當 我看到昨天01的報道 新加坡比你多 01的報道 反而就是 現在香港人最喜歡做的 就是北上消費 現在北上消費 北上消費反而成為潮流 只是說7月 7月來講 北上消費已經是多達40億 消費額 然後還要說 人次來說 好像七八幾萬 很誇張 很誇張 嗯 就是不用怕 大陸說話 反而可以暢所欲言 是啊 但你留在香港 又真的 你每次都怕人家賭灰 你在大陸說葉劉 講鄧炳強 認識你鄧炳強嗎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不理 沒有人認識的 哪有人賭灰 你說廣東話哪有人理你 甚至好說不好聽 我一直按摩竹肉 然後對著大陸妹在罵鄧炳強 大陸妹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啊 大陸妹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現在他說 其實來自於歐洲 美國 日本 韓國 這些有錢人的國家 發達國家 這個大陸 就是中國旅遊協會 智慧旅行分會 那個會長叫超潛輝 他都有官方身份 他就說 這些旅客大幅下降 其實專家說 其實你的經濟 也可能有其他解釋 因為現在外來投資也是大減 例如榮鼎集團 有個分析師 叫Mark Wicked 他就說 今年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講過 2023年 今年第一季季度 那個FDI 外國對華 直接投資額 是降到200億 去年 有疫情的時候 一千億 一千億 降到200億 是沒有了八成 你有武漢肺炎 都沒有現在這麼嚴重 所以就反過來 為什麼香港人 為什麼香港人 寧願回大陸消費 就是說 正因為 大陸人自己都不消費 大陸人自己不消費 歐美的錢就走了 那你開一間 例如開一間卡拉OK 例如你開一個夜場 例如你開一間餐廳 你香港人坐下來 即使節省地去洗 你都覺得自己 無端端做了欣客 是啊 很容易做欣客 所以我們 好像昨天我們講的 這個01講 三大理由 我今天才講 今天才講 三大理由 就是說 現在為什麼香港人 回大陸消費 就是01的講法 第一 便宜 第一便宜很簡單 第二 就是西面 香港人西面 西口西面 自己人光顧自己人 都西口西面 很正常的 香港人到現在 都比業主加緊貴租 第三 就是千篇一律 即是你走來走去 都是那些連鎖店 即是地方方便的 都是連鎖店 要麼你去到九龍城 那些地方 或者去香港仔 都不行 以前香港仔 都有很多小食 即是香港仔魚蛋 或者 即使你去到 現在應該是荃灣 會好些 我臨走之前 荃灣OK的 一向我的印象都OK 或者在粉嶺 就是聯和區 再進一些 聯和區 他本身 街市那邊 都有很多好東西吃 但現在 聯和區那邊 他再進一些 開始又搞了那些 有戲院 跟著 之後又一式一樣 領展 匯基走進去之後 就剷平了那個地方 那你觀塘 觀塘 以前很棒 觀塘以前 御民坊 有很多小店 有大排檔 都剷了 現在就變了那些商場 有冷氣炭的商場 真是很無忍的 稀比上過去 對比以前 他訪問那些舊街坊 就說 你領展日 或者地產商 玩到貴了三倍 另外 香港就反而 很慘 疫情開放了之後 香港人 又不願意留在那裡消費 大陸人 又沒有錢 下來玩 下來玩的 他們還要 花一點錢 當自己是欣賀 好像叫雞 喝杯奶茶 說你沒有一成不變 都好意思罵 另外 也有些抖音美女 或者小紅書美女 走過去拍片 就說 香港是不適宜窮遊的 就說 我一出機場 然後 我打算坐車去旺角 那一個仆街的士司機 收我250元 其實 很合理 機場 怎麼會搭的士去旺角 你是傻的 只是傻的 此其 大把巴士 一出機場 大把巴士 你偏偏自己搭的士 你自己傻的 我們本地人 我們當然會知道 但是 其實你機場 你走去 問那些聘用 他們都會建議你搭巴士 是 不過他自己就傻 直接走去搭的士 然後就說 250元很差 那不貴的了 正常跳標架 正常跳標架 因為我都真的 搭過的士去旺角 原因是 我下機要馬上趕去見客 還要說相對 如果你說 全香港最快的高速 就是青馬大橋 那你一下機 就可以搶遊 香港最快的高速的話 那很短的時間 十多分鐘就走完 有時會塞車 其實都沒得快的 其實你都當是一個體驗 如果你說 你搭那些什麼大巴士 那些中櫃 就好了 你自己選擇 當然 你可能是 以前未來過香港 大陸人就很流行 大一點大一點 因為大陸的士便宜 起標才說 兩三元 他說什麼 一坐下 人家跳標已經二十七八元 這樣 那未來過歐洲 歐洲更嚴重 歐洲 十十 我只記得 倫敦的士十元英鎊 起跳 你自己想一下 然後日本 東京 京都 那些你試一下 根本上就是 整底蛙 東京的士出名 全世界最貴的 衣服 大哥 別人在說二千日子 可能他覺得 去曼谷 搭一些獨獨 搭乎了 或者正常的 很多的士 很多地方的的士 又真的 起標價真的很便宜 例如你 你突然擠下的士 一元港幣起跳 但這個世界 不是那麼多 這些地方 嗯嗯嗯嗯 你現在去香港的情況 都幾慘 其實你外國人 或者歐美客 不止不來大陸 香港更加不來 你現在全國最有錢的 就是叫香港人 香港人又不留港消費 有錢的 最有錢的那些 就去日本 去出國旅行 不是啊 是儲到錢已經第一時間 就去日本韓國 沒有難儲些錢的 例如我問回我弟弟 那樣 成家立室 但是都想找地方 吐氣 有你沒有你便回大陸 嗯 而香港人呢 那你就算是 就是 你不 因為太壓抑了 是吧 但是都有一些有心人的 再補充回外國人 我問過那些舊同事 他 他說那些外國同事 其實盡可能 第一 開會 有你沒有你 已經用Zoom 以往那些 他來香港開的那些 例會 其實 已經全部變成Zoom 沒必要來香港 第二 即使說有什麼必要東西 親自來香港 其實他都耍手零頭 不是啊 香港有一件新的東西 可以吸客 叫國安餘蛋 哈哈哈哈 因為龍瓶 龍瓶其實是香港的連鎖 是不是 典型烈食 我自己本身都吃過的 其實都是 基本的 量產 量產魚蛋燒賣 你 承認得到 其實你都 不會很大期望 但是呢 你好像吃物機 那樣 你期望就是吃到那些東西 你起碼有最低標準給你 對不對 林兆斌 他今天分享了這個 身為男友一定要爆食 這個幾天之前的 食環敢不敢抄牌 有一張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奇怪的 就是這個龍瓶 竟然有個叫朱老闆 現在國安公署 頭是叫什麼 國安公署下局 什麼叫下局 其實是 真的不懂 這個 國安公署不是給了董經緯做 做局長嗎 那是 那你怎麼會找一個叫下老闆 你有個即稱叫老闆 大佬 如果你是老闆 那董經緯 國安公署的處長叫什麼 對 那你有一張這樣的東西 大佬真的吃還 真的不敢抄牌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這個就是有香港特色的 就是這些旅遊景點 可能就是 你看那些人怎樣說 龍瓶只有一張照片 沒有地址 而且叫龍瓶有很多 其實真的不知道 那它是連鎖店 你沒得說的 是連鎖店 不是奧妙之處 不是 這個豬老闆 下闊 賀國家是龍瓶美食 也就是說國安公署下局 裡面的豬老闆 究竟是什麼人 最重要是這盆花 其實在講的都是四位數字 甚至可能五位數字 究竟這一筆錢 是不是就是在100個 130億裡面抽出來呢 是的 所以有些聰明的網友 就懂得引用鄧炳強的句話 叫奧妙之處 奧妙之處 就是這三年裡面 那130億的撥款 國安撥款 是不是就是這麼奧妙而來的呢 下次如果你說開電視 再見到鄧炳強的時候 就要追問 夏寶龍當局 Charles Lin說 什麼 他說夏寶龍當局 對呀 對呀 說得通呀 夏寶龍當局 夏局 對呀 如果不是 什麼叫做夏局 難道不通 好像那些貴賓廳 春夏秋當 春夏秋通 那樣 淮蘭竹谷 對呀 如果不是說不通 真的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但是最重要 就是 我剛才說 你留在這裡的香港人 你說消費 就不一定消費 其實你看看有些有心人 有些張文龍 張文龍 昨天就因為說了 香港議會會響了朵 因為他這樣形容自己 他說自己是制港的人 旅港港橋 旅港港橋 因為香港不屬於他的 但是他仍然要留在香港 其實這種叫自嘲 就是我的香港 就是我的主場 已經被人反客為主了 所以 在寄人離下的情況下 你會覺得自己寄人離下 人在屋簽下 怎麼可以不低頭呢 是不是 好了 你作為一個制港的香港人 那你留在香港是什麼意思呢 有什麼意義呢 是不是 你又不可以來參加香港議會 那可以怎樣 他又說 我可以入場捧我自己喜歡的劇場 讓他們看得一個明白的故事 讓他們多一個看得明白的故事 說什麼的觀眾 當然有一個知音人 知心友 可以在遠度而來 表演的一個樂手面前拍掌 讓他們知道 香港人還有期待優質的藝術 我可以身處外國的朋友 面對這個生活壓力很 但是如果他很緊張的時候 打個電話 跟他講一個中的廣東話 讓他有些安慰 那這個有沒有這麼緊張呢 其實我覺得 就是 一些些人 就是看一些些人 我們這裏就 不會 不會 你經常都說 無論環境多差 都要被自己的正能力 這個不是 這個實在太多香港人了 這個不是以前 你說是那些什麼 就是 叫做 去外國讀書 不是 我們 英國實在太多香港人了 不需要 很多時候 就是 如果我這樣算 打電話回香港 真的想知道 香港發生什麼事 當然我們的例子 不可以 經常太多人 反而我們認識很多新朋友 他可以在 無法自由在香港上街唱遊的時候 很善用去上機 紀錄這個城市的面貌 給我們這些人看 這個有用 其實就是 有時候我們看回 在地的香港人 如何拍攝香港現在 究竟變成怎樣 他可以親自去拍拍 一些被剝奪正常大學生活 四年的Fresh Grad的朋友仔的磚頭 讓他們 還有人可以 肩膀 拍攝他們肩膀 他打錯字 對 這個好像也對 我自己說錯了 我可以 做一下劇 跟我探聲 還可不可以有什麼 隊友說 演好每場戲 他應該很喜歡看劇情 張文龍 做好他們的事 向他們加油 可以在車廂大叫 麻煩你走進去 本來那些 搞到要站在站頭 另一位香港人多半個小時 可以陪家人 可以大聲一點 對著大聲播抖音的阿叔 叫他熄喇叭 讓整個車內 很累的香港人 休息多一會 他又可以在朋友不幸 身處於場內的時候 探不探他們 這些事 單體的話 好像很小 面對根本不會放在眼裡 對面根本不會放在眼裡 什麼叫對面 不會放在眼裡 即是說 如果大家離開了的話 對面 即是我們就是對面 我們就是對面 但試想一下 如果我鼓勵那個 是未來的大導演 幫他們 有程車 可以休息一下 明天去衛港爭光 那些科技老闆 科技公司的老闆 切切實實 令到每一個香港人 都稍為舒服一些 做事可以積極一些 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這個就是由下而上的 approach 這些是很小的事 很微小的事 但可能對我們來說 就是 不是這麼大件事 或者叫沒有什麼意義 當然 他說完之後 你看到 不僅僅是留下來的人為老 就是 你看到鄭仙樂 鄭仙樂在英國 趙柱邦當然在香港 Benson在英國 鍾Sir也在英國 你看到 楊sir也是我們自己有 你看到很多我們身邊的人 都在英國的香港朋友 其實都向他們加油 不一定 其實就是留下來的人 離開了一個人 這麼大的一個 隔壁 我覺得 所以我們經常說 所謂的同理心 就是這個意思 可能你會覺得 我也明白 有很多人覺得不解 那你留在香港做什麼呢 是不是做人質 我看到我 是誰 昨天我看回 好像袁爸爸的節目 有些人留言 就說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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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他的子女 為何不離開香港 就是這樣 搞到袁爸爸 其實 很多的顧慮 是啊 就好像拖累他 是不是這樣 我經常覺得 留不留下來也好 怎樣也好 其實最重要是知道自己 是想要些什麼 做好一個人生抉擇未 其實無論留下來也好 離開也好 最重要 就是不要後悔 張文龍剛才說的 他就很證明到他 自己是知道自己做什麼 我相信他也不會後悔 就是做了這樣的決定之後 最重要 就是 你認識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 他就不是我們 我們就要是 怎樣說呢 要聊天的對象 有些人就不知道 就很迷惘 見到身邊很多人走 但是自己呢 其實走到 但是 又 在香港還有很多事情放不下 那 你放不下的時候 你想做些什麼 究竟你做不做得到 那張文龍的說法 就是他做到 所以我留在那裡 我就有意義 但是有些人呢 就 未必的 你留下來 其實你做不到事情之餘 那可能反而 你就會 真的可能會變成其他人的父女 歐樂軒就是這樣 其實他明明是離開了 是的 歐樂軒就是一個例子 是嗎 如果他不走的話 如果他走了的話 他不回來 那現在的結果好很多 對他也好 對他也好 對47人的同伴也好 那 歷史沒有如果 可能他有其他的考慮 但是又不可以 那些呢 歷史沒有如果 但是我們也都 都應該要在這些事情裡面 吸取教訓 對不對 那 大家有沒有意見呢 其實是 其實是 因為我們昨天說了很多 這個 香港議會的事情 給他們 完全是不意外 給了他們很多 支持者洗版 是嗎 是的 很多人就說 第一件事 我們的想法 來源 什麼功效下 叫我們查清楚 然後 袁爸爸的APP 又或者那些IT技術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就是 清楚 他說 不需要你認識 他說你清楚 基本概念 你才好做些評論 又是那類 麻煩你做好些功課 就是不合聽 就叫你做好些功課 不是 有些事情 他真的要我 真的希望我們去到好專 你才走去講 那沒有人可以講 其實就是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沒有人可以講 我們來